但是裡面都是商業機密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突然黑屏 對 好酷喔 超酷的 Metaline關機了 Bye 我們現在來到Hero們的工廠耶 因為我跟他們已經合作很多次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你們工廠到底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我們決定要去挖人家的商業機密 對 就是在補山 聽說裡面商業機密都不可以拍 但我們還是要進去 Let's go 我們進來了 我覺得有一點安靜 我們要開始工廠見習了 但是裡面都是商業機密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突然 黑屏 對 好酷喔 超酷的 有點興奮 有點嗨 紅袋看到了什麼呢 不告訴你們 所以這是手工的耶 真的 我一直以為就是像鋼鐵人一樣 他站在那裡 然後就會有那個 雞腳 你走開你 然後就裝好了 不是 就是很老實的 有人在那邊酸東西 對啊 沒什麼啦 我告訴你 我們就是跟大老闆 你看工廠一樣 超多人盯著我們的 真的 為什麼呢 要怕我們偷拍商業機 不會想要組裝一台看看 天啊 所以就是 Hurom組裝機器 前後客 真的 然後組裝的機器 你可以帶回最後 然後大概炸個兩次就會壞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自己不 只裝得太暗 為什麼 天啊有裝盒子了 對啊 裝盒子了 好酷喔 有趣到我連一個盒子都想要折折看 真的 好 關機了 我們被樂林關機了 掰 我們超威的啦 我們現在在人家倉庫裡面 我跟你講這個倉庫 我覺得超級無敵囂張的 因為我們剛剛就問他說 請問你們現在有 就是出口到哪幾個國家 然後他們就說 嗯 就想了一下 然後回我說 就是你想得到的國家 人家我們都有在出口 簡單來說 就全世界都有出口 你問這什麼問題啊 對 我看到台灣的 然後隨便印尿都看到義大利了 超屌的啦 這個好囂張喔 光這倉庫就有多大 對啊 美國 LA 美國還有分地區 好啦 可是因為他們這個賣磨機 真的是全世界 第一個發明啦 世界上市面上 沒有的果汁機吧 不可否認 真的 他們工廠的那個大廳 這邊的 它有那個展示它歷代機型 欸你不覺得 歷代機型 看起來還是有種時代感 有 我剛正想說就是 越新的真的就是 我們就看比較順眼 越Fashion 我家有HURO 你家也有HURO 對 那我家是新的HURO 走開啦 這台是新的HURO 而且新的好像可以做冰淇淋對不對 對 我上次看到你家做 我就是一不想 冰淇淋Smoothie 對我家就是沒辦法做冰淇淋 對而且 新的改良不是白改的嗎 真的 我今天就是要燒 燒大家買新的 所以我想要讓你這個舊使用戶來體驗一下什麼是 好辣 你知道新的機器 所以我舊的放冰塊進去它是沒辦法繳的是不是 沒有辦法 Smoothie就是我們新的才可以好不好 我強調一下 新的可以打Smoothie還有冰淇淋 快點我好渴喔 如果你在家裡面要打果汁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所有的果汁你都把果汁跟蔬菜一起混合打 這一方面像你這種不喜歡喝太甜的 對 我覺得甜度可以中和掉之外 你可以無意識之間吸收到更多的蔬菜 或者是有小孩的 他們有的不喜歡吃蔬菜的 對 你混在果汁裡面其實不會發現 你會知道 今天是放了哈密瓜跟甘藍菜 嗯嗯嗯 可是說實話甘藍菜它打起來都會有個苦味 加一些甜的水果調味它的味道 我們現在是已經放好的狀態 它裡面現在就是可以打那個Smoothie的網 跟以前一樣你就把這些都關好了以後 然後開機這邊 像哈密瓜這些你要把籽那些挖掉 卡住了你就戳它 然後再放哈密瓜 我自己家裡面就是 因為像蔬菜那種水分比較不多的 我就會在意它 攪進去的東西有沒有融到果汁裡面 所以我就會教你走到 欸我有個問題耶 所以你這家都是一直這樣關著喔 對啊 是喔 我都是開著餒 那個人使用習慣沒有差 我以為是你已經要這樣 沒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這打開倒出來 太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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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做Hero沒有優雅 我們林愛會說 Xina 你要喝果汁是不是 然後就這樣子 掰開一點點就好 是不是很優雅 怎麼會差那麼多啊 沒有我們這家裡都這麼優雅 嗯 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它會有一個香瓜的香 可是完全不會有橄欖的那個果味 它的咖啡瓜香味超回香的 是不是 QROM它做果汁最好的就是 它不會讓你發現裡面有橄欖的 家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都會混著打 我更狠一點 我一次會混很多種水果 打出來就是完全不會有水果 好好喝喔 C 我們可以進下一道 QROM呢 我自己個人我最喜歡打的 還有兩個 我覺得比較神奇的 就是葡萄汁跟蘋果汁 它打起來的味道 跟外面賣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那種很高級 很高級的餐廳才會有的味道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打葡萄籽 欸真的假的 因為它就是籽跟皮 都可以一起丟進去啊 葡萄不是就是要 吃它的籽跟它的皮嗎 對我有聽說這件事 但我還是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把皮跟籽吐掉 而且我在家裡面 我們就是打高級一點 我們就是葡萄 跟蘭梅一起打 聽起來很好喝耶 我自己個人是抗氧化 而且葡萄又補血 超適合女生的啊 沒錯我最堅詐是什麼 有的時候 你家裡面買到的葡萄 沒有那麼甜 炸掉喝 消耗的快就算了 而且一下就喝完了 不知道為什麼打了果汁 以後就不酸耶 QROM有一個很神奇的 有一個match 所以我就把葡萄丟進去就好了 狂到 欸我覺得它可以把那個 皮跟籽都磨成 很棒吧 我覺得很強耶 因為它的那個果肉 跟那個東西分離 並不是沒有出一步 它是把它們壓脆 壓到很扁很扁這樣子 所以它們的營養素 都會跑到果汁 嗯 你從旁邊那邊倒進去 好啊 它可以把它倒進去 我忘了你家HUROM沒有這功能 對 我家HUROM就只有這個口 我們新的HUROM就是 你旁邊可以直接倒進去就好了啦 請你優雅倒出來 你這次有沒有辦法 辦到優雅倒出來這件事情 Challenge 好多了 欸你喝喝看我們平常 這種貴婦多批 喝什麼樣的葡萄汁啦 你還在那邊拿便利商店筆 我覺得這樣你覺得有點失敗 好喝喔 它有皮跟籽的味道 對 然後還有一點點果肉 對 然後喝一口嗎 我知道什麼味道 我只給你一口而已喔 葡萄它就是打完了以後 甜度會比你用吃的還要高 我覺得喝完這個再也不會買外面的果汁啦 真的 真的 大家好接下來就是大人小孩都愛吃 我看到這一盤芒果了 我們家很喜歡跟果農訂 一次訂就一箱 然後如果有吃不完的時候 或怕它壞的時候 可以把它切一切放冰箱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做成冰層餅 基本上只要是油脂的你就處理一下 沒脂的你就直接把它冰起來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 啊這個做出來以後好像沒有很好吃 怎麼辦 你也可以做煉乳冰塊 然後一起打 做冰淇淋 我就是把水果都放在冷凍庫 就會變成冰淇淋 對 它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會從炸炸的地方跑出來的 喔是喔 嗯 就是家裡面給人家吃的東西 就也不用擔心說 不知道給你放裡面是不是真的 真的耶 欸它好綿密喔 是不是 就是芒果冰啊 我不得不說 台灣的芒果炸一定夠好 真的 如果你家裡面有小朋友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級不利 真的 我覺得有這台真的回不去了 以上提供QROM它的食譜 可是其實你購買QROM的時候 它還會有一整本的食譜出 我自己個人像是覺得 胡蘿蔔啊 或者是橄欖菜啊 芹菜這種比較帶有味道的蔬菜呢 你都可以趁著 像使用這種食譜 或者是換濾網這樣子的方式 打出來一些可以蓋掉保衛的 然後可以騙過你家的老公 或者是小孩的一個食物這樣 我本來就是一個 對於蔬菜水果類很OK的人 我就是每天去挑五種顏色的蔬菜水果 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打成一杯這樣子 常常是早上的時候打一杯 喝完以後再出門這樣子 可以推薦給大家唷 身為本身自己是QROM的愛用者 我真的很好奇 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開發的公司 去研究這些商品 跟做過哪些事情 去關心消費者的使用狀況 所以就是今天我們也來特別訪問了 專門設計、開發、研發部門的 最高執行長這樣子 有什麼要ov呢? 理想及器人的栽域 理想器最重要的一個優勢 理想要保持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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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的什麼 因為它會變成果汁 它會變成果汁 我當初是為了要炸果汁 可是我一直覺得它的果汁炸出來很像用拳頭揍過的果汁 就是把它捏出來 這種果汁 所以我才覺得它說 它一開始其實是想要讓大家方便地吃果汁 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 很符合他們的目標 現在也達成了他們的目標 是、這三種특改變 我們有三種真銹技能 就速速度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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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度 一千萬多 要永遠的高達 加速度 加速度 我个人觉得喝了以后就是会上厕所上红包 我觉得有耶 我觉得喝了以后就是完全不会后悔的一台机器 真的 我又抓到一个人了 我抓到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QROM他在台湾的代理商 大家请认清楚这张脸 你们是正式的代理商吗 对 我们是QROM的总代理商 我们公司设立之后 如果维修部是已经2025年消费着买QROM的话 你们就放心着用 如果其次有问题需要维修的话 是台湾可以修 对 在台湾才不帮你们处理 不会说我送给你们 然后你们又要送回来 然后跟我讲说QROM两个月以后才可以用 不用不用 所以我们维修部在新北市的林口 讲过一条尺 好明确喔 在林口 在林口 大家不要担心 什么都帮你们处理 所以就放心着用吧 那保固期是多长啊 保固是一年 那如果超过一年以后坏掉了 当然可以维修 喔 还需要一点点的费用 一点点的费用 就看会坏的是哪个部分啦 那林件啊 或者是里面的被品坏掉 也是直接在台湾可以立即换吗 还是说我被品在韩国 需要三个月才送到 当然在台湾 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 在台湾都可以 他说的 出来被人在查汗 好 挤一下 好的 这次特别带大家去看一下 Hurom的工厂 那其实我 台湾NEO跟 Hurom台湾的官方 已经有合作两年的团了 我自己是因为是真的一个很久的一个使用者 所以他们当初就是找我合作的时候 我真的是马上就答应了 因为我之前分享过很多食谱 或是我自己的使用方式 或是机器的优缺点 所以我这次才会想要有一种 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品质保证 跟他们很用心开发的部分 那是切入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那之后也会上之前的食谱啊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在我的粉丝团 你们知道他当初是用什么口吻跟我推荐 他说 行啦 你知道Hurom出的慢摸去 他真的超厉害的 然后我就回去把这一模样 口吻跟我老公说 然后老公说 真的这么厉害喔 我们大概去年开始用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就是 只要周末有空 就会开始打那个果汁 而且喝了Hurom打的果汁 我真的是外面的果汁 就觉得 没错 都是乐的 真的没错 就是喝起来味道实在差太多 而且我觉得不加一滴水 这点很重要 那我其实那时候 在还没有拿到慢摸机之前 我其实是想要买果汁机的 然后他就一直疯狂嘟嘱 我买果汁机 还要买慢摸机咯 那我就多强啊 他打完一次的时候 他才知道说我没有在鼓烂他 这个机器我真的是很真心推荐 就虽然他真的是 跟我配合的业配 那也是团购 但我真的就是 对我就是团购业配 我告诉你这好用不得了 哈哈哈哈 而且他真的是好用 但我想要推荐给我身边 所有的亲存好友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家里面 只要有 我就比较在意吃的 对 或是 我觉得有在顾家人健康的 都非常值得嘛 一台Hurom 而且我从结婚到现在 我已经用了七八年啦 嗯 就非常OK 平常像我们真的 外食足啊 是蔬果均衡是非常重要 所以Hurom 他完全就是 蔬菜跟水果一起搭 我觉得真的超讚的 而且非常好喝 真心无敌 超推荐 要是毛起来 杏仁牛奶 玉米濃湯 都可以做 看完这个影片 你真的有信仰想要买的话 可以去我们 我们台湾妞和我喜欢粉丝团团购 不管对我们这个商品有没有兴趣 还是非常感谢你 看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嗨的费 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我是台湾妞 恭喜你啦 拜拜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Jurom它新的一代 跟旧的一代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们同时有 旧的机型 跟新的机型 那旧的这个机型 可以看到里面是有网子 虽然它有很多个 网子的细密度可以替换 但是呢 因为旧的网子 比较让人诟病的 就是还是这个最细小的这个网子 它还蛮容易卡住的 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清洗 但是新一代的Jurom 完全就是 改掉了这个缺点 它就是让两层的 间隔的网子 套在一起以后 不但清洗 变得非常容易之外 在打的时候 还不时会有果肉一起出现在 水果杯里面 实在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改革 新的Jurom还有另外一个变动的地方 就是它旁边残渣的出口 以往是完全封闭式的 可能有人在清洗上面的时候 觉得不方便 不过他们还是做了一个新的改革 让那个开口可以完全的打开来 的确在清洗上面的时候 会变得更方便了 然后在套装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它比以前更直觉性的使用 是它旧的机型跟新的机型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开团的呢 也是开最新的机型 我台湾妞本人 就是我们Hired Day 都只跟正式代理商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保障大家的权益 所以我们也是有台湾代理商的脸 就是这次把脸都拿出来卖了 跟台湾妞的团购就是很有保障的 然后我们这次的Hero們 团购大家也要多多关心喔